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周的话题与您 我是Wall 我是于薇 话题与您 您与话题 把话题说到您的心坎里 本周我们要跟大家报告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新闻 也就是在疫情 喂 你在干嘛 点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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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 那我先报 就是一个在疫情当中 有几个职业是非常的忙碌 不管是UPS运输或者是卡车的物流 或者是Amazon像你现在在做的事情 deliver这个东西是非常的夯 他说等一下6点就会送到了 好 OK 赶快报新闻啦 是 我们要跟大家聊的是 其实在疫情当中还是有非常多的职业 非常的忙碌 就像我们刚刚聊到的这个网路购物 或是送餐点的 或是这个Amazon 但是呢我们知道在这个就业社群网站 帮大家统计了最夯 最流行 最热门的五项职业 对 这五项职业第一个就是人工智能专家 AI Specialist 他们在过去五年成长了74% 而且将近有13万左右的一个年薪 就是机器人一年可以赚13万这样的概念 不是机器人是来做机器人的人 他一年可以赚13万 那第二个呢 第二个的话是Robotic Engineer 也是跟机器人有关系 是机器人工程师 那你知道他们成长率是多少吗 40% 哇这个非常非常的高 那我们也知道数据专家 Data Analyst或Data Scientist 他们也是非常好的年薪 是 因为现在所有的事情 所有的数据 所有的数流量都需要统计 所以这些统计专家还有是有关网络作业的这些 Website Planner或是Website Maintenance 这些设计师都非常的重要 对 所以网络的这些部分 不管是Engineer 或者是一些Site Reliability Engineer 就是他们叫做网站的一个可靠性工程师 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夯的几个职业 所以你选对主修了吗 如果要念要做到这样的工作 你的主修应该要修什么 我最近看到一个报道 我觉得非常有趣 在2020年有一个ZipRecruiter求知网站 告诉大家 大学生最后悔的三项 最后悔的三项的一个选修的课程 主修的课程 OK 是哪三项呢 英语 哦 英语 OK 英语 OK 就是读英文only的这种 英国文学 OK 那第二个是什么 生物跟物理有35%的学生感到后悔 哦 就是说不去读医啊 就是只是专门去读生物或物理 这种主修这些东西 他们实际上是 不是很好的一个工作或职业嘛 是 那再来最后一个是什么 教育 哦 教育 哦 为什么呢 你觉得 可能是因为教育系的学生出来的 第一时间你可能不太确定 你能够去从事什么样 马上可以衔接着工作 有31%的学生感到后悔 哎 算说起来 在这个时候疫情当中 教育很多人 他们现在就算是老师 他们也没有办法能够 能够完全的回到学校去 因为疫情大家都锁住了嘛 对不对 是 不过2020年真的是 大家一定会深深记得的一年 因为在这一年当中 不管你是刚刚考上大一的新生 不能去上学 或者是你大学终于毕业了 以为出来可以赚你人生第一桶金的时刻 可能不好找工作 对 所以我们还是跟大家提醒 不管你现在是不是也 你再加上课或是你是家长 很担心你孩子的升学规划 刚刚为您提供的最夯的职业 跟机器人有关的 或是最落寞的最失败 最不想选的主修 都供您参考 谢谢您 谢谢 那我们现在讲第二则新闻 那也是跟第一则是非常息息相关 就是在网路有一些工作是非常夯 那我们也知道有些商品也是非常的夯 我刚刚就买了这个商品 说到网路 你觉得最近有什么东西 你会觉得是在网路上应该要购买的 买第二台了 在家里这种自动脚踏车 他们现在很多人都买这种东西 在家里面 第三种族群很需要的产品 也非常非常的热销 就是家庭需要的东西 你知道妈妈们需要锅碗瓢盆 对 在家就是不停的烹调 不停的烤蛋糕 不停的做吃的 所以各式样的厨具都卖的很好 还有顾孩子 照顾孩子上学都买了些什么 孩子上学的话 不管因为他们没有办法上学 必须要在家里读书的话 不管是一些书籍 有声书 电子书 我知道那个e-reader 就是kindle那边卖的非常的好 所以他们都有去买这种东西 其实还有很多妈妈跟小孩在家 一起种树 种盆栽 如果有个小后院的话 还盖了一个树屋 一个treehouse 所以可以陪孩子玩 我们家有 我们家有一个是一个planter 是可以自己放种一样 那种strawberry啊 草莓啊什么的一些有了没了 是 所以其实很多家庭在 不停的这个寻求带孩子 或是陪孩子成长过程中 也是绞尽了脑汁 所以这些商品都很夯 那有钱人都去买什么 有钱人的话在这时候 他们知道有一些商机 他们主要买的可能 我听说他们最近 那个地产非常的红 很多人在买房子 还有买股票 那当然这个是有钱人在做的事情 是 我知道上班族苦中做了 因为还是有很多上班族要上班 苦中作乐 你知道他们在买什么吗 这个我不知道 他们买什么 买口罩 买口罩 OK 要买不一样颜色的口罩 有爱马仕菊 有哈密瓜蜜 还有土耳其兰 所以每一天我们可以配不同的配饰跟衣服 来苦中作乐 让你上班的心情更愉快 所以你自己有买那种不一样颜色的口罩吗 有 哦 讲到口罩啊 你要不要跟大家讲一下上个礼拜发生什么事情 上个礼拜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 这是一个好事说明要跟大家分享 因为在这个美国其实已经开始执行了 你如果没有全程戴口罩会开罚单的这个事情 对 那因为上个周末我去了海边玩 OK 我去了迈哈登 Beach玩 那因为呢 我是把口罩拿下来拍照 所以我的口罩在手上 但是我并没有符合也没有就是达到政府要求 全程在海边要戴口罩这个要求 OK 然后发生什么事 开了一张罚单 Oh no 你人生中有没有被开过一个罚单是没有戴口罩 这个好像只有在COVID的时候才会发生的事情 对不对 所以我们必须要提醒大家这是一个值得正视的问题 不管你是去哪里 记得你口罩真的要全程戴着戴满戴好 因为开罚单这件事我们都认同的 我们非常赞成政府开罚重罚 那一张罚单 哇所以大家记得不管在比较多人的地方 不管像就是去海边或者公共场所 大家记得一定要把口罩戴上去 所以最近卖的很好的商品是口罩之外 接下来可能会是罚单 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聊第三个话题呢 是有一点点这个稍微全球性的 但是当然我们知道因为这个疫情期间呢 最严重的国家还是美国啦 对 但是我们知道欧洲因为这个秋季开始了 第二波疫情其实已经回温了 对讲到第二波疫情我们好像听说 在英国Boris Johnson他就是宣布在英国 现在几乎每天有将近4000左右的确诊人数 所以尽量鼓励民众来在家里 对因为还是有一些地区看地区可能在英国 我们知道还是有些学校是要上学的 对所以一旦开学之后其实又发现这个 这个大家确诊率也增加了 那其实我们知道英国呢 英国人很喜欢喝酒很需要酒吧 不过他们也跟我们加州一样开始实行了 酒吧10点钟一定要关门 然后很多餐厅呢还有这个聚集的场所都不能超过6个人 对最有趣的是如果你今天结婚 我知道你没有机会了 那结婚的话呢你的宾客不能够超过15个人 哇这个真的很不容易 那我们知道除了英国以外 法国跟西班牙是不是也是同样面临一样的问题呢 是因为法国跟西班牙 我们知道都是靠很多这个观光 来这个经营他们的收入 所以像这个花都巴黎他们的确诊率非常的高 其实单日确诊前两天破了1万人 哇这么高 所以现在巴黎人进出他们自己的国界 因为欧洲无国界嘛 其实您都要出示你的COVID-19的确诊单 就是您没有成为positive 一定要是未确诊你才能够进行这个旅游的活动 所以为了确保美国也不要碰到一样的情况 大家真的还是要听政府所讲的 口罩戴好 social distance一定要keep 然后大家能够不要去的场所就不要去 是所以我们就是在研究上面 还有这些数据员我们就提醒大家 为什么大家现在对于这个第二波防疫的 这个高峰又会再次出现呢 因为第一个原因是大家已经防疫已经疲倦了 或是焦虑了 对那第二个的话很多政府 或者是地方政府他们可能太快 relax 所以这让疫情又开始升起来 还有第三个不外乎还是因为比如像欧洲 欧洲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他们的真的是无国界 所以他们的这个交通跨国这个旅游的 境外移入的状况还是比较严重 对所以大家真的还是要注意努力的继续跟 跟疫情奋斗让我们能够赶快把这个事情 延缓下来 谢谢大家收看本周的话题与你 那也继续support我们的channel 也点阅我们的节目 那订阅就是在右下角YouTube的地方有个订阅 就是泛语订阅的这个这个icon 按一下你就可以订阅了 就像你点餐一样就像你滑手机 点货一样的简单方便千万不要忘记喔 那如果你很想跟我们的What主播互动 你想要再听他唱什么歌的话 欢迎你留言说你想要听的歌 我想他会很乐意唱歌给大家听的 我说哈琳哥啊 你知道上一周我们不是要猜 你到底是模仿谁吗 是答案是拳王 所以我们要告诉大家 我们要公布得奖者名单 就是有观众跟我们互动他留言 他答对了 这位叫做Lintin 张CHENG的观众 我们有跟你联系咯 恭喜你得到了我们的主人登彩 恭喜 所以下一周大家还想看 我们的What主播学谁的话呢 或是模仿谁的话呢 请你留言给我们 随时你都会有机会得到我们的礼物 那接下来呢还有今天的节目 也非常的精彩 非常的专业 你千万不要走开 对 那饭后茶语有个节目 就是我们这次要讲钱滚钱 要滚到哪里去呢 钱到底滚去哪里了呢 钱怎么滚呢 对 这个东西很重要 还有另外一个单元 大家现在也都很想要知道是 我想要买房 我要贷款 那我到底该准备什么样的材料呢 我的头款应该放多少呢 所以千万不要走开哦 对 大家都不要错过哦 那谢谢大家 我们下周再会 一会儿